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韩国瑜跟王小姐原本的住处仅仅距离七百公尺 韩国瑜怎么好到掏钱帮麻将牌咖买房子 周刊爆料韩国瑜跟黄文才先跟王小姐借款 投资LED事业却血本无归 事后韩国瑜硬挤出六百万 先汇给王小姐二姐 再转汇给王小姐购买新房 韩总跟我是没有钱的 所以我们那时候投资的 那时候我们是讲好 就是说钱是王小姐这边负责来出 然后赚钱的话就三个人分 然后赔钱 赔钱就我跟韩总两个负责 黄文才证实却有此事 他跟韩国瑜在2011年投资失利还欠钱 但2013年汇款还钱 韩国瑜在2012年才刚上任北农董事 怎么会有钱 六百万元是单纯在财务往来上面的 投资合作曾经有过的一个财务商业的行为 非常的单纯 没有任何的其他的疑虑或者可能性 韩半解释是正常金流往来 但失业17年刚找到北农总经理职缺 不到一年就升出六百万 平面媒体爆料是卖股票所得 但真正的金钱流向 恐怕仍要由韩国瑜自己出面 说分明 三兄弟正道西孟哲 台北报道